炸雞 烤雞 還有小香腸 各類菜色琳瑯滿目 想吃海鮮也有特製椒鹽蝦 接近中午十一點半 自務餐區開始出現排隊人潮 夾完菜秤重再刷市別鎮 購餐迅速簡便 這裡是全球前十大晶圓代工廠 聯電的員工餐廳 不止自務餐在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到 還有快閃電 就是最近新竹在流行什麼樣的美食 業者就會去洽談合作 所以每個禮拜都是不一樣的餐點 像是這個禮拜 就是跟蛋包飯專賣店合作 而且他們還會推出廠區限定價格 人氣料理進駐快閃電限量販售 三種口味蛋包飯 在一個小時內就被搶購一空 松露百醬 好 這個比較好 多種主題美食貴味 包含少油少鹽的健康餐盒 聯電員工餐廳 宛如百貨美時間 跟以前差非常非常多 就是整個是比較明亮 然後讓你會用餐的時候 就比較心情比較好 位於竹科的聯電總部 已經啟用二十六年 利用疫情期間重新改裝 全新的員工餐廳 在今年正式啟用 同一個樓層還規劃商店街 找來連鎖咖啡 超商早餐店進駐 在二零二零年開始 我們以三大主軸 就是現代 簡潔 明亮為主 展開我們煥然一新的計畫 那這個也是我們高階 期望能夠展現出來 提供給同仁更好的一個 優質的生活空間 用生活廣場概念 讓工作環境變得舒適方便 業者要抓住員工的心 同樣位於竹科的 另一間半導體大廠 員工餐廳也獲得網友讚賞 將絞肉丟下油鍋爆香 再加入四季豆 大火拌炒 裝上鐵盤準備上菜 還有蒜香雞翅 一整條的豆酥鮮魚 色香味俱全 這都是以原型的食材料理為主 都避免一些加工的食材 漢明科技自聘主廚 食材精挑細選 講究天然無加工 健康飲食還能吃到飽 有員工形容感覺像飯店的buffet 工作室有沒有後顧自由的話 其實可以更提高員工的生產力 以及忠誠度 人才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 科技大廠各出奇招 強化流彩力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